一段暗示反对党领袖安华是黄绿四二八大集会骚乱的幕后黑手的影片今天在互联网上流传 片中显示安华和人民共争党树立主席阿兹敏在做出手势后群众才开始涌进独立广场 而警方在集会者闯入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开始发射催泪弹 针对上手的影片内容安华澄清他与阿兹敏互打手势并不是硕士集会者闯独立广场 而是要求阿兹敏与警察谈判以让集会者能进入独立广场静坐 内政部长西山穆丁也在推特留言出请各界不要对互联网上的消息照单全收 因为有人会挑起民众的憎恨和怒火而刻意做出虚假的指控 他已获得警方的证实继四二八当天并没有发生警员被殴打身亡的事件 但是有两名警员受伤入院为情况不太严重 伊斯兰党青年团今天出示了警方洞出的画面 包括多名警员拳打脚踢的围殴集会者 影片显示一些集会者被制服后 警员仍然继续使用暴力 伊金团团长纳斯鲁丁强调 有关短片未经剪接 根据吉隆坡中央医院提供的资料显示 有超过三百人在四二八大集会当天受伤 今天在槟城会见支持者的竞选门核心成员 沙默塞依也做出预测 竞选门4.0随时会出现 而且下一次的大游行不会在大城市举行 而是在乡区 涉嫌在两年前谋杀女负伤 苏西拉华帝的四名被告 今日被判谋杀罪名表面成立 必须自辩 四名被告一旦罪名成立 唯一刑罚是死刑 法官阿达达西在判斥中说 四名被告拥有共同的动机 而苏西拉华帝和另三名死者 相信是被烧死的 内陆税收局公关马斯伦·马斯林说 截至昨天已经有163万人 使用电子报税方式报税 比去年同时期的数据上升了4.5% 人数或许还会再进一步增加 他表示 虽然当局鼓励纳税人使用电子报税 但还是会保留传统报税服务 更多新闻请留意新周日报 或浏览星球i.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